向怀城中国会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搜狐2002年5月29日。 财政部部长向怀城说,中国执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取得的成绩无庸置疑,但肯定会逐步淡出。 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,这样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,从历史的经验和理论上都被认为不能是长期的。 向怀城是在2002年亚太金和组织金融与发展项目年度论坛在北京召开期间,接受媒体专访时做上述表示的。 向怀城说,作为财政部长他更多的是从财政的角度来讲。 他说,从经济理论和经济实现两方面结合来观察和分析,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取得的成绩没有人怀疑,至于具体的措施,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大分歧。 现在大家议论多的是期限到底应该多长,应当收缩还是需要再扩张,我讲过逐步淡出到现在我还这么看。 向怀城说,长期长到什么程度很难说,而是需要不断地经常地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,灵活准确地调整政策。 他强调说,我国之所以要实行这样的政策,从根本上来讲是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以后,不执行这个政策不行,实行了以后当然是有效果的,但也是有负面影响的。 像怀城坦言,第一个负面影响是,很多人觉得自己的钱很好用,希望经常能花这个钱,特别是对于那些想多搞一些建设的人来说,第二就是国债的大量发行。 每一笔国债市字的不断扩大,都为今后的通货膨胀种下了火根。 所以,中国政府也认为,这种政策不可能是长期的。 唐积极财政政策到今年已是第四年,是不是可以慢慢淡出的问题时,像怀城说当时为了拉动经济,基本建设项目必须要做完,不能留下罢了此工程。 而要做完就必须要资金,否则钱就白扔了。 像怀城说,通过计算,把已经开工的项目搞完大概需要一万多亿,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。 根据这个计算,他提出要逐步淡出。 但是事物是变化的,像怀城指出,首先,我们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,这是邓小平同志生前提出来的两个大局之一。 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,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,从前有资金里抽掉是不可能的,这就需要再发一部分国债。 其次,国际形势的变化。 他说,我们当时不可能预计美国经济在2000年后期到2001年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放慢,甚至在某些季度出现负增长。 我们远隔一万多公里不可能对美国经济的卖把的那么准,但是作为一个经济方面的负责人,我们必须要对美国经济对我国可能带来的影响有所准备。 这时我们把国债的规模调下来,把市次规模缩小,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到第四年还维持1500亿的水平。 那么今后怎么办? 向怀成说,今后积极财政政策肯定会慢慢地逐步淡出。 这在中央的决议里边也已经讲到,在15的前期,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,15后期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来妥善决定。 这是一个实践问题。